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退役老兵不惧危险 在黑帮的追杀下 执意保护男孩回家的 美国动作惊悚电影 神枪手 大家好 这里是王提一讲电影 影片一开始 男孩小米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这时一辆路过的汽车吸引了他的注意 看着车上拿着武器的男女 小米不由得暗自警惕 回到家后 母亲罗莎正在准备晚餐 正当母子二人享受温馨时光时 罗莎突然接到弟弟的来电 电话中弟弟语气慌乱 称偷钱的事情已经败落 大毒枭卡特尔正派人四处追杀他 作为亲人的罗莎也不能幸免 他让罗莎赶紧带着小米逃走 否则一旦被卡特尔抓住 后果将不堪设想 画面一转来到美国 吉姆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神枪手 退伍后和妻子一起 生活在亚利桑那州的农场里 由于临近边境线 这里的日子并不太平 经常有人试图穿过铁栅栏偷渡入境 因此吉姆经常带着猎犬 在边境线义武巡逻 这天吉姆像往常一样出门巡视 顺便打指猎物放松心情 手起枪落之下 远处的野狼瞬间倒地 看来老爷子依然饱到未老 正当吉姆上前查看战利品时 他发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偷渡者 于是立刻向边境保护局报警 随后的巡视中 吉姆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偷渡者 为了偷渡而倾家荡产的他 此时却被舌头扔在戈壁滩上等死 吉姆虽然并不同情这些疯狂的偷渡客 但还是帮他叫来了医生 好心的吉姆还不知道 一个坏消息正在等着他 日落时分 吉姆家迎来了一个补速之客 正是银行的催贷员 由于吉姆未能在规定时间归还贷款 银行决定在90天内将吉姆的农场拍卖 除非他能尽快还钱 原来在早些时候 为了给身患癌症的妻子治病 吉姆将家底彻底掏空 甚至还向银行借了一大笔钱 可妻子最终还是去世了 只留下人财两空的吉姆独自生活 为了尽快还债 吉姆只能将还未出篮的牛贱卖 但这些钱对于全部债务来说 只是杯水车薪 这让年迈的吉姆陷入了迷茫 夜晚正当萨莎匆忙赶到酒吧时 发现吉姆正坐在吧台前喝闷酒 萨莎是吉姆的女儿 也是一名边境保护局警员 最近大毒枭卡特尔 在边境线上活动频繁 萨莎一直盯住吉姆注意安全 随后 萨莎将醉酒的吉姆送回家 一直等她平稳入睡后才放心离开 新的一天 吉姆正在边境线进行日常巡逻时 突然发现一对母子正从铁栅栏的缺口入镜 他们看起来十分惊慌 慌不择路下差点被吉姆开车撞倒 这对母子正是影片开头的罗莎和小敏 他们一路逃亡 试图偷渡进美国避难 看着眼前神色紧张的母子 吉姆瞬间明白了情况 他不顾罗莎的苦苦哀求 拿出对讲机向边境保护局报告情况 这让罗莎顿时陷入绝望 就在此时 边境线另一边一辆汽车缓缓驶来 一个光头佬带着两名小弟下车 让吉姆将母子二人交出 看着眼前一气指使的光头佬 吉姆才不惯着 端起枪来警告他们不要非法入镜 一场枪战就此展开 混乱中 吉姆开枪打死了其中一个小弟 然后趁着对方换弹匣的时机 带着母子俩驱车逃走 眼看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光头佬当然不甘心 他通过缺口越过边境线 静止跳上了吉姆的后车厢 吉姆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身后的危险 罗莎不知何时中了子弹 这让吉姆一时分神 光头佬趁机死死勒住吉姆的脖子 以此逼迫他停车 关键时刻 吉姆突然猛踩刹车 光头佬被直接甩了出去 重获自由的吉姆马上掉转车头 决衬而去 等到小弟匆忙赶到时 光头佬又得知了噩耗 刚刚被吉姆打死的小弟 正是光头佬的亲弟弟 看着渐行渐远的汽车 光头佬决心要为弟弟报仇 逃出成天的罗莎最终还是客死一乡 临死前 罗莎拜托吉姆把小米送到芝加哥的表妹家里 这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亲人 看着手中冉写的地址 吉姆久久不语 等到警察处理完现场 天已经黑了 萨莎说 失去亲人的小米将被送往福利机构 可他一直把罗莎的死归结在吉姆头上 认为 如果不是吉姆多管闲事 母子俩早就平安逃脱了 听到消息的吉姆顿时松了一口气 无论小米对他有怎样的误解 反正之后也不会再相见了 自己也算没有辜负罗莎的嘱托 录完口供后已是深夜 身心俱疲的吉姆回到车上 一觉睡到了天亮 可正当吉姆准备开车回家时 他发现了罗莎留在车里的包 里面全都是钱 看着眼前的巨款 吉姆陷入了沉思 这笔钱刚好可以让他还上贷款 一番犹豫后 吉姆决定还是完成罗莎的遗愿 将小米送往芝加哥 这笔巨款就当是预付的报酬了 可正当吉姆回到边境保护局询问情况时 却听到了一个坏消息 墨西哥当局表示 小米还有亲戚在世 按照规定将被居住出境 吉姆立刻意识到了不对 于是他趁着探视小米的时机 将小米偷偷带走 此时的吉姆还没有注意到 光头牢正带着一帮小弟守在边境保局外 目睹了小米上车的整个过程 回家收拾完东西后 吉姆向小米承诺 会将他平安送到芝加哥 可小米似乎听不懂英语 一直对他十分抗拒 无论如何 吉姆正式开启了这场保护之旅 于此同时 光头牢带着一帮小弟 靠着手臂上的纹身 和陌生女人的护照顺利入境 看来边境保护局里 也有他们的内应 入境后的第一站就是吉姆家 可这里早已人去无空 搜寻过程中 光头牢发现了吉姆的军工章 和银行催账单 既然人没找到 那就先放把火报个小筹 于此同时 趁着给车加油的间隙 吉姆去旁边的便利店购买地图 一心前行的他 此时还没有发现 汽车的邮箱一直在漏油 加班友后 吉姆给萨莎打电话报平安 吉姆的擅自行动 让萨莎十分头疼 他劝吉姆赶紧将小米带回局里 自己的老家都被烧了 那会儿人肯定都是穷凶极恶之徒 关断电话的吉姆非常郁闷 忍不住在车里抱怨起了 自己多管闲事 这时小米突然用英语回对他 这让吉姆非常惊喜 原来小米一直能听懂他在说什么 他一直认为是吉姆害死了洛莎 吉姆则不想和小孩子一般见识 让小米负责看路纸图 二人就这样吵吵闹闹 一路驶向芝加哥 可行驶至半路 油箱突然见底 前车盖也开始冒烟 吉姆这才发现 汽车早已受损严重 无奈只好去修车行修车 但修车行即将打烊 吉姆只能暂缓行程 在这里暂时修整一夜 此时的吉姆还不知道 加油站里的信用卡消费记录 已经暴露了他的位置 光头佬很快就找到了 卖地图的便利店 向收货员询问起了吉姆的下落 看着眼前一问三不知的收货员 光头佬直接出手将他掐死 随后通过监控 确认了吉姆的行车方向 新的一天 吉姆和小米开着简单修补的汽车 再次踏上旅途 可汽车还没开出去多远 一个警察突然出现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警察先是收缴了吉姆的枪 随后又将吉姆与小米隔开 整个过程十分拖沓 似乎一直在拖延时间 这让吉姆十分警觉 这个警察肯定被光头佬收买了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 正当吉姆出言质问警察 是否出卖了警徽时 警察突然朝着吉姆拔枪警告 却被吉姆的猎拳瞬间扑倒在地 一人一狗默契配合 与警察展开贴身肉搏 最终吉姆和狗占了上风 成功将警察打晕 听到消息的光头佬 恐怕马上就要到了 此时再跑已经来不及了 吉姆只好带着小米 来到不远处的小秋后面 偷偷观察情况 光头佬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却发现吉姆二人早已逃跑 看着眼前城市不足的警察 光头佬一枪将其击毙 随后上车离开 顺便捡起了吉姆掉在地上的地图 成功逃过一劫的吉姆 马上去武器店购买猎枪 为了避免再次泄露行踪 他选择用现金支付 补充完枪支弹药后 吉姆再次给萨莎打电话报平安 同时也得知了最新的情报 调查结果显示 光头佬是大毒销卡特尔的手下 罗莎的弟弟偷了卡特尔的钱 虽然已经被杀死 可他们并没有找到被偷的钱 这笔钱肯定在罗莎手中 而吉姆此前打死的小弟 正是光头的亲弟弟 光头佬肯定不死不休 萨莎劝吉姆赶紧回头 不要再与这帮穷凶极恶的毒贩纠缠 吉姆假意答应了萨莎的要求 却依然我行我素 傍晚 吉姆带着小米来到一家旅馆休息 没想到半夜的时候 光头佬再次找上门来 被刚巧出门上厕所的吉姆发现 吉姆赶忙回到房间中 一边将小米叫醒 一边拨打报警电话 等到光头佬带着小弟破门入室 吉姆和小米早就从后窗户跳出去 讨之夭夭了 警察即将赶到现场 光头佬根本来不及仔细搜寻他们的下落 怒火冲天的他开枪杀死了吉姆的猎犬 爱犬的死让吉姆十分伤心 可这时小米发现了车里的钱 认为吉姆一直在星星座态 为了打消小米的叛逆心理 吉姆决定临时改变行程 他带着小米来到一间教堂 为罗莎做安魂仪式 离开教堂后 二人的关系渐渐亲近 吉姆也开始对小米进行基础训练 以提高他的实战能力 夜晚 吉姆和小米一起将象征罪恶的钱一把火烧光 二人之间无形的隔阂也完全消失 新的一天 二人再次开车上路 此时距离芝加哥仅剩下52公里 可正当吉姆打算直接进城时 天桥上行踪鬼祟的人引起了他的警惕 于是他临时改变路线 打算抄小路进城 原来此前落在车里的地图 暴露了吉姆的目的地 光头佬派小弟提前赶到芝加哥 准备守住待兔 本以为逃过一劫的吉姆 却在小路上与光头佬狭路相逢 眼看两辆车马上就要在路口交汇 吉姆突然急踩刹车停在原地 光头佬的车则因为反应不及 直接扎进草丛里 吉姆趁机掉转车头加速逃跑 可没走多远 本来千疮百孔的汽车再次冒烟 吉姆无奈 只好带着小米下车 准备对光头佬的汽车进行狙击 看着迎面驶来的汽车 吉姆全身贯注 先是一枪将司机杀死 随后又打中了汽车的前胎 高速行驶的汽车瞬间失去平衡 几个翻滚后彻底报废 但车上的小弟依然很顽强 顶着满头鲜血下车开枪反击 密集的子弹让吉姆有些无力招架 趁着小弟们查看光头佬伤情的奸细 吉姆带着小米躲进一个装满草料的仓库 随后利用仓库的窗户 对外面幸存的三人进行狙击 在轻松解决掉一个小弟后 吉姆受到了猛烈的火力反击 这时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让小米在前面打枪吸引注意 自己则偷偷照到仓库后面准备偷袭 计划十分顺利 听到小米的枪声后 仅剩的一名小弟立刻探身查看情况 正好被吉姆一枪击毙 此时只剩下光头佬一个人了 等到吉姆返回仓库的时候 却发现小米已经被光头佬抓住 迫于小米的安危 吉姆只好缴械投降 这时光头佬又产生了新想法 他让小米亲手开枪杀死吉姆 小米当然不愿意 挣扎中他偷偷卸掉了手枪弹夹 吉姆则趁机上前与光头佬搏斗 退役老兵对战光头壮汉 二人的对决可谓是旗鼓相当 激战中吉姆被光头佬刺伤 怒火彻底爆发 此次将对方压制在了墙边 光头佬力竭后放弃抵抗 让小米开枪打死自己 为他母亲报仇 吉姆看出了小米眼中的挣扎 他不想让男孩手染鲜血 于是夺个手枪 对着光头佬的腹部就是一枪 随后将小米支走 打算彻底将光头佬解决 光头佬从怀里掏出了吉姆的军功章 看着手中的勋章吉姆一时沉默 没有亲自动手 留下枪让他自己解决 随着一声枪响 光头佬引弹自杀 在落日的余晖里 吉姆和小米重新上路 最终 吉姆将小米平安送到了芝加哥 看着受到全家欢迎的小米 吉姆默默离开 护送任务完成 他独自一人踏上归城 《沈枪手》 赚入于2021年 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式小成本作品 孤单英雄式的电影情节 一直经久不衰 营救专业户连木尼森的出演 更是给影片增色不少 不过 可能是碍于成本限制 本片中文系时长远远超过5系 动作场面也不够惊险刺激 更像是一部与救赎有关的公路电影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